你们猜这个貂蝉站在这里他想干什么 一动不动 告诉你们他是想让我给他加血 一个大招给他放个草 一技能举起我的打剑 一刀就给他补了400多血 我的大招草丛还在给他持续的加血 一会儿他的血就满了 如果没满那就再给他来一刀 这就是我们的新英雄桑奇 当然我们的一技能不但能补血 还能攻击敌人 一刀能把他们击飞 伤害那也是非常的可观 可以说是辅助伤害里面的天花板了 一技能就这样 但是二技能就有桨头了 二技能飞草 移动二技能的罗盘 只要在二技能大圈范围里面的草丛 你想飞哪里飞哪里 这个技能在我看来那是非常的好用 可以渐渐的 比如跑到对面的野区 看见对面的打野正在打蓝buff 我们直接飞进草丛 没想到对面的打野这么胆小 被我吓跑了 惩戒先收下蓝 对面的人员包围过来 我们二技能直接穿墙移走 对面的人员再怎么追 他也是追不上的 这就是剑剑的二技能 在实战中那也是非常的好用 从河道直接飞到对面的野区 红buff这里 一个惩戒拿下红buff 此时如果有二技能可以直接飞走 简直不要太爽 而此时对面的打野已经被吓得 蓝buff都不敢打了 直接过来找我没有问题 我们还可以选择和他硬杠 只要他过来我就赏他一个一技能 让他尝试一下被击飞的滋味 一技能准备 五个魔法球再打到他的身上 他瞬间半个血就没了 对面来支援 我们直接二技能飞走 他们就是追不上 除非对面也有桑起这名英雄 这就是剑剑的二技能 当然我们的二技能也可以酷酷的 比如这一波我赶去上路支援 二技能飞个草来到河道 再飞个草来到河道的中间 接着我们在二技能飞草 几秒钟我们就来到了上路 配合中奎拿下王昭军 也就是几秒钟的事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 我们的普通攻击 也是有玄机的 看见没有那个按钮在发光 这时候你按着别松 他就会一直不雪 还可以走动 这简直就是移动的泉水呀 除了这些还有更过分的 刚才的普通攻击是按着别松 而我一下一下的点呢 如果旁边有队友的话 我普通攻击一下就会给他补一下血 这一局比赛下来 这治疗量肯定是惊人的 随便玩玩你就是金牌辅助 再来说说我们桑起的大招 凭空种出一颗草 站在草里的队友就会补雪 同时这颗草还会给另外一名队友发射法球 接受方也会补雪 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二技能同样可以飞这颗草 这就厉害了 你要知道我们的基地是没有草的 你的二技能怎么飞呀 没有草就没法飞 而此时刚刚好大招可以种草 所以基地你也可以随便飞 三个技能都已经讲完了 接着来聊一聊桑起的定位 官方给出的解释 桑起是一名辅助 在这么庞大的治疗量面前 他不是辅助那也是说不过去的 而我觉得吧 他也可以作为一名战士 甚至是刺客毕竟我们的支援能力也是在那摆着的 虽然我们只有一技能这个伤害比较高的技能 但是在二技能还有大招的加持之下 我们完完全全可以渐渐的飞过去 砍一刀再渐渐的飞出来 运气好了收个胳膊头 运气不好没有收头 我们还可以跑的掉 这和李白有些像 玩法上我们的英雄流派也很多 当辅助也是可以的 团战的时候在后面给自己方的队友加加血 这也是一种玩法 有机会了你就咔嚓一刀 哎我被别人咔嚓一刀了 预计这名英雄将在4月上线正式服 售价应该是13888 毕竟现在18888的英雄很少了 赶紧存好金币 特别是小女生小伙伴们 应该会很喜欢这位英雄 好了谢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我是豆豆 我行你也行 我们下期再见吧